屏东有一家知名的双高润业者 以看护工的名义来申请印尼籍的外劳 不过是逼迫他们来制作双高润 必须像这个机器人一样 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 连假日也都不能外出 这三名外劳是苦不堪言 打1955来求救 不过他们说不出他们身在何方 灵机一动就念出了这个名片上印的网址跟email 让专情队可以寻宪救人 这家双高润是屏东知名特产店 常常供不应求 但没想到好吃的香格伦 竟然是业者非法雇佣外劳剥削劳力做出来的 强制每天早上几乎是早上5点就工作 工作到晚上9点 几乎没有给他们休息 业者自认为对他们很好没亏待 但三名印尼籍外劳苦不堪言 但不会中文也没机会向外界来求援 好不容易打了1955求救师 也说不出人身在何方 最后居然是业者的名片帮了大忙 我们家高品店的名片上 看到这家店的地址之后 就跟专线的 然后回来专线的来源说明 这上头的网址和email 让专情队寻线救出这三名印尼籍劳工 也对双高润的业者开出重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